西方人用的催眠书 把一个人催眠 催眠将你回去 回到你的童年 你现在三岁了 两岁了 一岁了 你现在在母亲子宫里面 什么样子 让他说出来 他都能说得出来 这才发现 这胎儿在母胎里面 他有知觉 他有感受 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知道 他头脑清醒的很 母亲的思想 母亲的动作 他都有影响 都有感受 所以中国古人是讲从太教 小孩出生下来 第一任的老师是妈妈了 妈妈叫什么 叫弟子规 不是叫他念 母亲要把弟子规做到 做个婴儿看 他一出生 眼睛张开了 耳朵竖起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了 所以从出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 这叫砸根教育 所以修佛从哪里学起 砸根重要啊 这不知道根怎么行的 根是什么 根是戒律 现在佛教摔了 摔的等于零了 你说可悲不可悲 在家同修 十三岁做不到 出家的同修 沙米利也做不到 十三岁道跟沙米利 是最基础的戒律 这个做不到了 其他一切都没有了 像一棵大树 这根啊 根没有拉来的本 拉来的支援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 列朝列代的修行人 无论在家出家 真的有成就啊 现在这些成就看不到 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 他没有根 从前的根 从小炸的 你要是真正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了 你就明白了 这个古老的文明 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 中国人懂得教育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没有别的 就是讲教育 教育讲好 就这桩事情做好了 什么事都解决了 就叫了好人嘛 人都说 人人都说好人 什么制度都没关系 再不好的制度 好人还是做出好事 再好的制度 不是好人 还是出毛病 中国教育怎么叫的 母亲怀孕就叫啊 胎叫啊 这是世界上找不到的 西方人用你催眠书 把一个人催眠 催眠将你回去 回到你的童年 你现在三岁了 两岁了 一岁了 你现在在母亲 子宫里面 什么样子 让他说出来 他都能说得出来啊 这才发现呢 胎儿在母胎里面呢 他有知觉啊 他有感受啊 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知道 他头脑清醒的很 母亲的思想 母亲的动作 他都有影响 都有感受 所以中国古人是讲 从太教 小孩出生下来 第一任的老师 是要妈妈了 妈妈叫什么 叫弟子规 不是叫他念 母亲要把弟子规 做到做个婴儿看 他一出生 眼睛张开了 耳朵竖起了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了 所以从畜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 这叫砸根教育 这根是怎么砸下来的 这个一千天三岁 凡事 不正当的东西 不能看 不能给他看到 不能给他听到 就是邪恶这东西都不可以 不能让他接触到 妈妈要把他看好 他所看到的 听到的都是正法 都是纯正的 他从这养成的 我们中国过去 英语有所谓 三岁也看八十 这一千天的教育的时候 到八十岁都不会变 那个根砸得多深 砸得多稳 六七岁上学 就上师父 老师做榜样 给他看 父母做到了 老师做到了 他信心坚定 老师不但做出来 给他看 还把为什么要这样做 把道理讲给他听 慢慢他都懂得了 这杂根教育 现在没有了 我们想想看 怎么中国杂根教育 至少丢掉了 一百年 一个世纪 四代到五代了 现在在恢复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不是不能恢复 能恢复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 这个底蕴很深 我们过去在汤匙 做了不到半年 效果卓卓 这就证明 传统底蕴很深 人是有良心的 就是没有人叫他 为人带 带头 一交一带 马上就恢复 拯救今天的社会 化解冲突危机 真的要靠中国传统文化 也就是要靠中国 这个杂根教育 杂根教育三个根 这个诸位要知道 如的根 地质贵 道的根 太上感应品 佛的根 十三月道 这三样东西都很不 文字都不读 扎根教育 所以你不从这上杂根 你就没有办法直接 所以在家同修 十三月道做不到 十三月道经 讲过 讲得很下戏 做不到啊 为什么呢 没有弟子规 没有感应品 如果有弟子规 有感应品 十三月道 是驾轻救赎 轻而易举 就做到 原因在此地啊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 自备任何人 每一个人都没过失 做什么样的坏事 都不能说到有过失 他没学啊 没学要价值于罪 也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谁要能够原谅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